大家好 德国老雷怼这个叫什么 德国知识 老雷怼知识 我凑个热闹 咱们一起来看看 另外两个人打嘴仗 我也加入 咱们一起来 哈喽我是老雷 我不是有的时候会介绍我的一些哥们吗 就是我的那些好朋友 我昨天发现了一个我的同胞 我的那个同胞是我的一个哥们 是一个在德国的一个华人 貌似已经入德国集了 变成了我的哥们 我一直要这样说呢 因为他有一个YouTube频道 我本来不知道他 压根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其他人让我去看了 因为那个人出了一个视频 那个视频叫深度分析 德国自干无老雷 那就是我 所以我后来讲 我可以在那自己看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一块看 对不对 咱们一块看 我可以一边看一边 跟评论和上 对啊 大家一起来 我也看 你也看 还有一些 爆米花 我这是娃哈哈 一块看 边吃边玩 边喝边看 我的那个哥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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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是德国知事 我今天来说说 来八卦一下 德国自干无 就是德国老雷 他曾经在中国 那是个外籍网红 在说他之前 在八卦他之前 我先来说说 德国的福利制度 在德国 只要你是德国公民 或者是 凭什么不能说 德国绿卡的外国公民 原则上 都可以享受德国的福利 这福利包括 一个是 医疗保险 另外一个是社会救济 我为什么会说社会救济呢 因为有可能 这个我说的这个人 他在德国从来没有 真正的工作过 可能祖孙三代都没有 所以 底裤被拔了啊 老雷啊 你要有工作啊 咱们把你工作证 纳过税的证明拿出来 你是不是吃低饱 德国的低饱制度 我们都知道 不用解释了 还在说 你为什么这么上心呢 是不是 你跳过去不就完了吗 说明什么 说明老雷啊 你真是被碰到 敏感地带了 你在德国没有工作 我不看 没看着你工作呀 老雷啊 一周一次还是两周一次 还是什么时候 看来真是对 低饱制度 了解的非常详细 我印象里的德国人 从来不说自己 低饱制度 不知道 人家有正经工作 老雷啊 老雷啊 怎么对低饱制度 这么了解的 经常领啊 我这个人 我不是从16年到现在 其实有时候在国内 办一些演讲 或者啥 但是经常在国外 我不是那个时候 16年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16年夏天 我继续从中国 新疆徒步 走向德国 走了一些什么 哈萨克斯坦 乌兹北克斯坦 伊朗 格鲁基亚 土耳其那些国家 所以说我在国外 根本没有资格 拿到任何福利 这么简单的事 好 你的生物来本呢 对我说的是 德国自干物 不是中国那个自干物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区别 知道这个区别之后 那你就能更好的 我理解我后面 要讲的东西 我觉得说老雷 这个人呢 要分成三个时间段来说 一个是2005年 另外一个是2007年 这两年之间 然后呢 2007年之后 有三个时间段 那我们现在来说说 2005年之前的老雷 老雷这个人呢 却是出生在德国西北部 夏萨克森州的一个小 很小的地方 一个小镇 我出生的地方 是哈能威 没有那么小 这些资料 还是可以去做一些功课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他强调小呢 小不好吗 对中文感兴趣 然后他就到了德国 我不是在我的那个茶话系列 讲得很清楚吗 我当时没有兴趣 我是偶然开始学了汉学 这是共课嘛 我们不是德国嘛 可以认真一点嘛 好吧 接着讲 东南部的巴法利亚州的州府 去慕尼黑 然后慕尼黑大学 汉学系念汉学 2005年的时候 对他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因为这年 他作为交换学生 到北京电影学院 去做了两年的交换学生 2007年的时候 他想日年许了一个院 有个宏大的计划 他想 那年毕业 他想从中国的北京徒步 做回到德国 他的老家 少吃点 我看你这正吃上爆米花 胖了 中国当时是非常有名的 我那个时候在中国 一点名气也没有 一点也没有 电影学院 那应该有名气啊 好像有一个推特账号 我怎么玩 Facebook 我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有 北京电影学院 大地方 大地方 真是真是 我以为北京体育学院 20个人看的 那个时候 07年 08年 一直到 大概09年 我在国外 比较受欢迎 因为我的那个 有一个视频 好像走 就火了 然后中国 我 我在中国活的是 能不火吗 北京电影学院 你不火都难 那地方 那地方什么人 你想 我纯粹自己在那走 你可以说是 成了网红吧 没有 他在一路那 有没有能咋的 老雷 强调干嘛 他走到了中国 有和没有能怎么样 我走到哪里 就放弃了 对不对 我不是我的路 还没有走完吗 我那个时候 走到乌鲁木齐 那个不是 如果说你中国不了解的话 乌鲁木齐在新疆 但是里边境 还有一千公里 那个时候 他这个计划 他终止了 网上没有说明原因 但是我去做 根本 网上有说明原因 你要做一些功课 你就知道了 我不是还专门写 写 写份书吗 两个女友 德国一个女友 中国一个女友 两个女友 老雷把秘密 抱出来了 德国人 俩女友 他崩溃了 崩溃了 所以对他来说 可能也是一种遗憾 说到老雷 我想补充一点 老雷这名字 我认为是从他的信来的 因为他信的第一个福音 还有第一个原因字母 有雷这音 不是你认为 本来就是这样 我在视频里面说过 我在书里面写 他说的没有错 你为什么要解释 另外一个 我觉得他的汉语的发音 已经相当不错了 对德国人来说 一个德国人会 跟我比差远了 从说话来说 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 确实不简单 另外一个 他的潜似造句 也用的已经非常精准了 不知道狗懒的 老雷不知道什么叫狗懒 不行 我教你啊 老雷 你这个 叫什么 狗懒吧 多许 多许 第一个时间段 我刚才说了是 在2005年之前 也就去中国之前 然后2005年到2007年 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 以及红伟的徒步计划 然后我们来到 时间段的第三个 他在中国成为网红之后 他当然在中国的 比如说微博 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 什么时候 微博 微博啊 怪不得他 觉得我的中文好 OK 微博也对 也对 播出嘛 多音 是非常受欢迎的 随着他 什么时候 07年 08年 09年 10年 我是11年 开了一个微博账号 但是没人理我 12 12 13 就开始了 12 不是 13 我的中文书在中国上市了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他成为网红 我发现他说的东西 越来越多的 加上政治方面的内容 比如说民主自由 选举 这样的题材 这都被你发现了 我也发现了 大家知道 一个外籍网红 外籍会汉语 他的一举一动 肯定会被中国相关的部门 可能会特别的重视 可能吧 重视 就是说 他的一举一动 可能会受到 还有伊朗 伊朗也很重视 你是说 威尼秀 会看着我吗 我觉得可以理解 我们都看你 我们都看你 这么多粉丝 都看你 没事 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 所以中国政府 可能看到他越来越多 涉及政治方面的东西之后 可能有点不爽的 所以他在微博 还有中国社交媒体上面的东西 越来越多都被删掉了 被关了 也就是说 被逐步的封杀了 特别 在他 把毛泽东 跟希特勒 作为对比之后 我证明你对比过 毛胖胖嘛 我看过他节目 我服了你 于是就把他全面封杀了 那么在中国 侮辱中国人哪 是什么 可能就从此之后 他跟中国政府结下仇了 有仇啊 哎呀 跟一个政府结仇 这对我老雷厉害 为什么他近几年来 他所拍的视频 他的大部分内容 都是非常倾向以批评 跟政府结仇了 或是批评中国一些做法的 那要不要我做什么 要在那张扬吗 你不是已经有一个 一个 那天是一个阿富吗 当然我不知道他后来 是不是再去过中国 不是言论自由吗 赞扬批评都可以吗 我零八年 我零八年 放弃土步 零九年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回去了 一零年回去了 回到新疆 找我的那个拉辣车 在乌鲁木齐 走到奎春 然后其实无数 然后一一年回去了 一二年又回去了 又找我的那个拉辣车 从无数走到 回国斯 那就是新疆和 那个哈萨克斯坦 为什么你可以回去了 我给你禁止了吗 我说 怎么又回去了 没禁止啊 没禁止怎么说 共产党打击你啊 有没有意思 自己承认的啊 他一年一三年都回过中国 因为那个时候写一本信书 叫跟着陆克有欧洲 我那个时候去北京 报了一个中国旅行团 有遍欧洲 跟他们去旅行 观察他们的一些行为 去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作为一个中国旅行团在欧洲 完了之后呢 我又回去 一五年又是两次 去找那些团员采访 所以说 我经常是一年两次回到中国 至少一六年 回了一次 夏天找我的拉辣车 在欧尔国斯 过了边京 然后接着往西走 我不是还要走到我的家吗 在德国 走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坦 乌斯贝克斯坦 走了六年 还没有走出新疆啊 我的妈呀 哈萨拜加 格陆加 土耳其 然后 已经过了三四年 三年三年半 还没有走完 才走到土耳其 然后 那你天天干嘛呀 不是走吗 这个我收过恩斗变 我这个自己造型 我不喜欢 但是我在中国边境那边 我告诉自己 我把自己搞成 转了六年 就在中国边境 我告诉自己 从现在开始 不管胡子 不见头发 走到我的家的时候 我在整理 然后就就是一个那种 好玩的一个标志 那些二干嘛 或者类似我之前走红的 那个很火的 那个长胡子 那个视频 07年08年 走到家了吗 我是同样的一个造型 完成你的梦想了吗 没有 所以说后来回到中国 是回到中国 恩斗变更晚 从他的视频的内容来看 那么带有批判性 所以我感觉 他后来可能是 没有去过中国 是有批判性 所以就证明了 没有回到中国 什么逻辑 也就是说 他的思维 还是停留在 他离开中国之前的 那个时段 也就是我估计呢 是2007年 或是2008年 哥们认为 我08年之后 没有回中国 所以我的思维 还停留在 哎呦 人家枪枪三人行 还上了 枪枪三人行 现在人比的话 还算不错的 我那个时候 都觉得胡锦涛 都不怎样 但是跟现在比 谢谢感谢则说 又谈政治 又谈政治了 这是过去的这十几年 其实是中国 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 变化最大的时代 对呀 变成了一个 威尼斯坦 拜托 如果是他的 思维还停留在 那叫老雷斯坦 德意志斯坦 现在的现实 是非常脱节的 是啊 所以我们认为 他这很多 可能他的批判的东西 也许不一定正确了 你们这样认为 是不是 刚才这样说的 我们认为 好吧 你们认为 或是不一定是中立了 当然也不能排除 他拿钱发帖的那种钱 这样的 这样的 拿钱发帖的 我会让他 那种敏感迪带了 到底是哪一个 比如说他可以拿台湾 执政党民进党的 国务基要费 或者是拿灯塔国的 某个NGO 或者是某个基金的 某些钱 这样吧 要特意回答了 我看看 这个爆米花 需要钱吗 德国狐狸 我不吃 没办法吃 这些NGO 这些什么台湾的 美国的或者啥 我不认识 我没有 我没有任何人赞助我 都是我自己 我是写书的 变出来了 我会办演讲 钱变出来了 很多很多演讲 每个演讲演讲平均是一个200到500个人 都是给钱的 我会有一些YouTube账号什么的 我有我的那个4000万个那个点击那个视频 还有那些中文视频 有一些钱不是很多 但是我需要的也不是很多 可以全世界环球了 这钱很多 认真你都输了吗 我这么猜测 因为他是白人 急了 急了 我们中国有很多人 其实还是有牧羊犬的心理 你会像他们牧羊犬吗 所以 老雷好像很享受啊 是不是 你先一堆啊 点赞的 你看老雷那节目 牧羊犬呢 老雷 老雷最讨厌牧羊犬 记住了 你是说 长得像马克思的一个白人 中国人都很崇拜 马克思 老雷很恨马克思 很讨厌马克思 吃社会福利和搞颜色革命 好像 不能联系到一起 也就是说 这样的颜色革命 就比较容易成功 我还看了他经营几个媒体的账号 在不同的那个平台上面 比如说在油管 他有两个频道 还有在推特 Facebook 还有在一个什么 Instagram上面 他都有 Instagram 是我们年轻人玩的 都有账号 而且我看到他在推特上面 他特别活跃 所以我估计啊 如果他一个人要维持那么多的账号 还要保持那么活跃 那么他一个人肯定是忙不过来的 所以我估计他后面有一定的团队 我又是吃社会福利的 而且我有一个NCO 在那给我钱 而且我还有一个 老雷啊 不要解释了 牛死了我 没人说你吃社会福利 当然这只是德国知识本人的阴谋论 大家不要当真 虽然他批评中国的很多东西 确实是存在的 你跟我说一下 我听 但是我发现他 视频里面的东西 一般来说都是批评中国政府的 就是说负能量的东西比较多 哦负能量的让你伤心的 而且我发现 你让我伤心 说话的语气有点像 台湾那些支持民进党的那些绿色的学生 我猜前面提到过了 中国政府对他在中国当时一举一动 可能非常关注 老师给我解释一下 你这么多账号 你又不吃低饱 你钱怎么来的呀 给我们解释解释 我这样吧 我的这个英文博客 土部的那个博客 The longest way 那个上面 有两张我的光屁股的照片 你那么多账号 就你一个人 又不吃低饱 你工作是什么 给我们说一说 人家有疑问 就这个意思 有疑问 大家都有疑问 你到底靠什么为生 就这个意思嘛 但是也不便人明说 所以就封锁了他在国内的账号 也就能消除他在国内的影响力 这样即使他后面有大金主啊 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也拿中国没办法了 因为他达不到什么山峰顶火 或是达不到带路的目的了 现在我来分析下他拍视频的地方啊 分析 这个地方 好吧 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拍视频 几乎每集都是在他的厨房 那小小的厨房里面拍的 所以从这个分析 我认为可能他居住的条件不是特别好 或是 对啊 我住的房子 我不是 还有土布回到我的家吗 我不需要那么好的条件 我有我的相机 我有我的电脑 我有我的手机 OK了 OK 可以做视频就OK 这点我同意 如果没错的话 他应该是在柏林 对吧 现在 什么叫我 如果你没错 我在柏林 我干嘛要在柏林 这是什么叫我 没错 你没错 我在 我在 人家是分析 分析 自己想自己的 激动什么老雷 人家在分析人家的 听就完了 分析可能他的经济条件 也相对来说 可能很一般 对啊 一般呀 不是很宽裕 所以我大胆的推测 我不是那个时候说 我要买那个 Maserati吗 他是一个 左派青年 他是一个典型的 欧洲的白左 然后他是一个 理想主义者 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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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政府很危险 我老雷 我都快把自己烦死了 我在这讲 很多的那种 政治人的事情 对不对 承认了啊 承认了 就讲政治 需要民主 需要言论自己的 知道这些 跟无政府主义 是需要充足的吗 我哪里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我喜欢法治 我喜欢民主 我喜欢言论自由 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言论自由 不允许别人 说言论 哈哈哈哈 他是没有 真正的 哎呀 言论自由啊 是那种职业 就是可能自媒体的多种 哦 你觉得我们 允许你言论 不允许别人言论 这叫言论自由 我们理解了 我看起来好像有八个小时在办公室吗 所以很可能他是靠德国的社会救济的生活 等一下 我不是刚才有一些NGO给我解吗 到底是哪一个 还有他的一身打蛋 特别是他那长长的头发 还有那些不绣蝙蝠的 你把你的这个 这个收入来 给我们解释解释 是不是老雷 这么多粉丝 我们也想环球啊 是不是不工作也能环球 我们也想 给我们解释一下 另外一方面 他也有经营自媒体 在各个频道上面 还有各个平台上面 所以我相信他每个月都有一定的收入 我不是吃国家处理吗 如果他是正常报税 告诉社务局的话 那么他的收入应该是达不到 领社会救济的那个收入 我打不到领社会福利的那个收 我把我头子了大了 真的 或者是说 他的收已经超过了 社会福利的上限 但是如果是他不告诉我 那个社务局 那么他 把话听完老雷 要着急抢了 老雷激动了 大家可以听了 老雷有点激动了 我又是社会福利的 我又有一个背后有一个NCO 我还有一个团队 而且我的收入 又达不到社会福利的那个标准 而且还超过了 那老雷你跟我们解释解释啊 大家都有疑问 解释一下嘛 我很难说 你就是很难说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他肯定不是公司的固定的职员 就是说 他不可能是一只 这是重点 八小时做班的那种人 被你发现了 对 我看他的那个性格 还有看他的那些视频来说 应该是他不适合于做 这种办公室的固定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他不会习惯 我看见了他有两个 YouTube的频道 另外一个频道 有18万多的粉丝 但是不是特别活跃 所以光是从那个频道 我觉得广告收入比较少 那个频道上 有了那个活的那个 转胡子那个 第一次图中国那个视频 点击量总数是 4000万 你看看吧 另外这个频道呢 这个老雷这频道 我觉得可能一个月收入 也无法完全支撑 他的收 他的开支吧 对啊 所以说写书 班演讲 这在德国的 所以我猜如果 谈政治 你就有钱了 就这个意思 只要你谈政治 这也会大家知道 很难 在柏林 还有我看见 他还在推销 他当时写的那本书 就是徒步旅行的那本书 那个叫徒步中国 对 出了德文版 俄语版 中文版 还有台湾版 我说中文版 还有台湾版 因为中文版有山形 已经过去那么多年 另外我还写了 四本另外一集书 中国不是言论不自由的吗 你的书怎么还有中文版啊 我觉得光看 写那本书 你可以出版呢 可能呢 也做不到财物 证实了 因为你的疑点太多了 老嘞 大家都迷惑了 我哪一个观点 有一个吗 有些西方改作 圣母表 那种预想化的特征 我政府出意的 圣母表 抱比话 吃抱比话 其实是圣母表了 台湾那些小绿门 说话的语气 也许他是爱中国 但真的说不准 也可是爱中国的黑铁不成港 我也不一定 所以这我还是说 很有意思啊 听见 你看不透 你这是懒 你没有做功课而已 哥们 看不透 我也看不透 好多人也看不透 不光人家 我建议大家 就是对他 我觉得没必要过多的关注 因为我觉得 不要关注了 不要看老嘞的东西 是不是 我觉得他的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养分在里面 因为他 嗯 被你分析了之后呢 我也这样觉得 他的东西很浮浅 也提不出真正的解决方案 所以真的我觉得 不必再关注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了 今天这个话题 关于老雷的话题 我们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在下面留言 我们也一起交流 哎 你发现了吗 我吃爆米花 吃了好多啊 大家可以听一听 平时吃东西 会这样 德国知识 德国知识啊 我有点小失望 俩德国人吵下来了啊 我要看一些深度的分析 而不是说你在那 又假设 不是言论自由吗 老雷啊 人家分析才浅一些 不可以吗 说好的 人类言论自由呢 誓死捍卫别人说话全力呢 老雷啊 说的不行了 不好听了 不高兴了 言论不自由了 你说我哪一个观点 福建 我觉得可以 我不敢说深度 分析 我们就说 不高兴了 不高兴了 我哪两个视频 这个我的哥们 出的视频 我评论一下 有一些观点 我对他人 言论不能自由啊 假设或者是一些那种 所谓的八卦 或者是分析 或者啥 我想看到他说的一些话 八卦不也是言论吗 咱们不言论自由 我慢慢能玩死他们 你看着 言论自由啊 是最傻逼的一种话 世子捍卫别人书画权利 这是假话 没有发言权 没有你 你是老德国 新闻社会通讯社 有几家呢 美联社 路透社 德新社 就是德国新闻社的意思 法国新闻社 蓬勃新闻社 CNN BBC 还有半导电视台 还有日本的NHK 其中绝大 你是说 你这个是自黑吗 你跟我讲 德国那些媒体 都是一体的 你给我 好像就一个德国新闻社 就一个德国的 其他都是外国的 你中国有几个 新华 德国也一个 中国也一个新华吗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啊 BBC也不是德国啊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 哇 他后面呢 有私人的君主 或者是有部分 可能是他们的政府 也参加在里面 有一部分 可能是政府 我跟你说 这个西方这些民主制度 是这样 政府和国家 国家作为一个机构 是分开的 我知道在中国不是 中国政府 国家 政府和党 都是一体的 都是一坨 但是比如说德国 政府 他没有办法管那些 国有的那些媒体 那是分开的 不是政府管的 是国家管的 政府换了这些媒体的变化 政府管不到国家 如果你要说什么 BBC啊 或者德国这些 IDZF或者啥 是独立的 独立的 我一解就是私人的 就是个人的 个人的媒体 国家管不了 这意思 客观就公正了 就是我想什么 就是什么 比皇帝都厉害 又把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以及今天的中国 等一下 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以及今天的中国 难道今天的中国 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他不是一直强调中国 现在世界上就剩一个了 就剩一个 其他都解体了 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 让他们的政客 可以通过打这种 意识形态的牌 对里面不同的国家 比如说像中国这样 他们一般的说 报道总是想方设法的 默黑造谣 也就是经常我们说的 老雷啊 你这是鸡蛋里边挑胡桃 人家媒体说的也没有错 这些你没看到吗 哥们 在他们眼里 中国政府锁住了一些 都是邪恶的残酷的 如果他们本国人 有人帮中国讲句公道话 大家对他群起了公知 给他扣毛 说他是帮共产党上战斗 所以所谓的新闻自由 在某种情况下 根本就没有所有新闻自由 哥们哥们 你知道Kissinger吗 基辛格知道吗 富汗子也知道吗 哎呀 哥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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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听 比如说新疆集中营 这种匪夷所思的说法 是你作为一个身在德国的一个人 俩德国人超小的 新疆那些所谓的教育转化中心 不是集中营 你知道你确定 因为你看到 看到了一些证据吗 这个意思吗 他这样就是他们的媒体 老雷去过新疆集中营 所以他就知道了 老雷是不是这意思 你知道 那不是集中营 你也没去过 你也没有发言权 人家话说没错 我凭个礼 我们那个少数民族高考可以加二十分 然后少数民族当时就要生育 是很宽松的 像我据我所知 西藏新疆连就要生育都没有 你 哇 生多少 生多少最生多少是不是 你少数民族 你想生多少就可以生多少 凡是汉族 只能生一胎 我觉得这样是不公平 公平吗 老雷 你得替我们汉族人说句话呀 老雷啊 这种颠倒黑白的这种报道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哎呀 老雷呀 替我们汉族人说句话吧 不能有大碍了 看见没有 记住了 加入德国就不能替中国人说话了 老雷是这个意思 记住了 开始排外了 德国人开始排外了 看听 你广西在那不知道是 产柚子是不是 产柚子的地方 多好 你想去你就去呗 你说不了德国你就回去 排外了 说自己自由 排外了 还有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 不要用儒家的思想来处理 对对呀 好像中国政府 好像共产党会按照儒家思想做事 好像他不是列宁派的那种共产党 中国特色 不要用 你敬我一池 我敬你一仗这样的想法 来处理国际事务 这是大错特错的 在西方民主社会或西方国家文化 只有你死我活 没有双赢的 只有你死我活主义 原来西方是这样 你真的看起来很受不了 是不是 这么残酷的一个地方 哎呀 哥们 真是不好意思 请你至少帮我看30秒钟的广告 OK了 over了 对 我们要帮你看30秒钟的广告 对呀 看来德国经济危机不远了 人的压力挺大 你看这俩德国人 他30秒 老雷呢 也是靠人自己讲了 靠YouTube挣钱 靠写书 靠演讲挣钱 经济压力挺大的 是我30秒的广告 让我增加一点收入 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下一个是最后的一个 我现在已经40分钟了 我一直在收到这个哥们儿 我很好奇 他不是入德国籍的吗 他现在怎么看 他有个事情 专门讲那个 他声音有点有点小 但是我们注意听 大家好 我是德国知事 今天我就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一说入籍的问题 那么到底入外国籍或是入德国籍是好还是不好 你后悔了还是不后悔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那我就来说说我自己的情况 好像老雷是土耳其人 我已经就四年初天来德国的 那是五年的的 然后呢 我是 不行 跟老雷比不行 老雷不让人家当德国人就不让人当吗 让人离开就离开吗 还是老雷是老德国人 那是这样的 因为我来德国之后 我大学毕业之后 在德国工作 然后在这边就撑了家 撑了家之后 我觉得那么我的 就在这里扎根了 就是那样的话 你没有逼你入德国籍 有很多中国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 有那种永久居留证 无所谓 没有逼你入籍 那么如果是要解决这个居留的问题 听了啊 后面就排外了 又开始排外了 爱好和老雷很像嘛 喜欢到处走啊 不喜欢工作 喜欢到处走啊 所以当时的话是我们中国的护照 不是特别好用 因为中国当时的国力 2003年的时候 国力毕竟还是比较弱 而且个人的所得也比较低 听清楚了吗 个人的所得比较低 所以到世界很多 特意强调一点啊 老雷很自豪 还怎么现在差不多了呢 怎么追上来了呢 德国干嘛了啊 这些年呢 不知道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明签 或是落地欠的 这与爱国和不爱国没有半毛签的关系 确实跟爱国和爱国没有半毛签的关系 但是也是一种选择 是不是 你本来是中国籍的 结果因为你想旅行 你想随便买个机票出去玩 不想拦得办签证 不是说不让你入籍 很多的啊 以前的中国人入籍都是这种态度 放弃了自己国籍 就那样放弃了 那确实是一种选择 只能这么说对不对 OK 那么入了德国籍之后 通过这些年来 德国这经济的发展 还有我们中国往前经济发展 我觉得从我内心来说 变化 我是还是后悔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现在的中国没有身份证 只有一个外国身份没有中国身份证 没有中国身份的话 办什么事情非常非常不方便 在中国是现在坐高铁 还有在国内办事 还有付款呀 微信这些绿卡嘛 绿卡后来开始 连在国内开那个 买手机卡也成问题 开户头也成问题 买房也成问题 坐高铁也成问题 所以你就说 没有中国身份非常非常不方便 开始后悔了啊 一个德国啊 加入德国籍的 德国人后悔了 开始后悔了 不想加入德国籍了 本来想去旅行 说明什么 双方差距在缩小了 现在中国发达了 你要回去 你买高铁票 不方便 你把一个手机号不方便 你要买房的话不方便 所有这些一切 这些不方便 还是中国给你带来的 是不是 你现在中国把你看着 看着一个外国人 他对外国人那么狠 现在对你自己那么狠 结果是你不高兴了 因为你不方便 好像每个国家 对外国人都不太 不可能给你公民待遇吧 后面有绿卡 很多人有绿卡就好办了 你入德国籍 你还是心里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 当然的事 我们都是这样的 到哪里都会说我是中国人 到哪里都会说是中国人 你不是德国护照吗 就是当时2003的时候 德国其实 对你种族主义来了啊 后面慢慢听啊 你那个做一个外国人在德国 德国的土耳其人啊 看看那个叫什么 这个英国伦敦的那个叫什么 那个球员 恶气 恶气 德国护照也不承认自己是德国人 土耳其人 欢迎你当一个德国 其实是对你的一种信任 哎呀 结果你你说 我当哪里 我说我是中国人 其实德国的政策 很多时候是失败的 我告诉大家 德国最后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买不到高铁票 很可能德国最后 会走向分裂 为什么德国这些媒体不关注在德国的华人的意义呢 但是中国人他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样呢 你是不是也放弃了自己国籍 因为你想旅行 结果呢 在中国买不到高铁票 所以你后悔了 你是不是也这样呢 我们很自豪 我们是什么 我们自己又不知道 我们都这样了 哎呀哥们 这个视频over了是不是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没有任何意思 对 还是想说 当下做好自己个人的事情 对 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嘛 我可以理解啊 毕竟希望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 说的没有没有错 看来中国和德国和世界欧洲之间差距在缩小 所以欧洲这些价值观呢 崩塌 并不把他们看得很高 所以像老雷这种人呢 焦虑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你可以给我点赞 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非常非常感谢 那么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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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哥们 呃 我觉得我还是要说一句德语 呃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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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要既然加入德国籍了 为什么 还跟中国这么好 大概这个意思 这是种族主义言论啊 我觉得 所以他这个言论自由啊 民主啊 是假的 我告诉大家 是假的 听啊 种族主义言论啊 这就是种族主义言论 所以我说过啊 你看这老雷好像是啊 自由啊 民主派的 是他骨子里有一种啊 对中国人啊 对 只要不 不把德国人说好了 就这种人 有一种啊 歧视 什么林子大了 什么德国人都有 这句话的意思啊 你说德国人不好了 你在德国人 吃着德国人 用着德国人的 说德国人不好了 你说中国好了 哦 那你就是林子大了 什么德国人都有嘛 其实国内也有这些人啊 也是一种民族主义者啊 像这种民族主义者很多啊 啊 其实老雷自己没有发现啊 他天天倡导 你看我多自由啊 民主啊 最后一句话 露出了自己底裤了 就是个民族主义者 嗯 但是他有时候啊 自己把自己幻想的 像一个公正的自由派 其实他纯粹的 把这个 这个德国啊 像这个利益之上啊 我们说我们德国不好 我们就不高兴 但是德国这个老雷 能不能想一想啊 如果有一天 一个德国人就不喜欢德国 你也能啊 我就同意啊 你随便 想开了放开了 那么想 我觉得老雷 你就成为真正的自由了 自由主义者 思想自由了 德国呀 没有那么脆弱 不是一个两个人 哎 说德国不好 德国人就能怎么样 你这样表现 反而啊 让自己显得低级了 德国人 是不是啊 哎 说德国不好的 德国人自己也承认有些地方不好 那哈哈一笑 或者解释一下就完了 你这样最后一句 哎呀 林子大了 什么德国人都有 着急了 老雷急了 我告诉大家 刚才视频听了半天啊 你可以快进的听啊 其实他们说的大力就是互相之间分析扯皮的事儿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视频完全就证明了老雷是个种族主义者啊 民族主义者 嗯 但是他这个民族啊又非常复杂 他呀 希望什么哎 突厥人 土耳其人 新疆啊 联系到一起 中间的波斯人和中国人分裂分裂成多大多少块 然后呢 哎 一分裂不是势力弱了吗 这样就可以 让他希望那些突厥就可以复国了 这其实啊 他的思想里就是这个 但是得包装成自己自己自由啊民主 嗯 和什么台湾的啊 美国的那些 是不是啊 民主机会 自然而然啊 大家利益相同嘛 就干这个了 分裂中国嘛 嗯 底下那些啊 不懂事的那些人啊 那些网友吧 还是看的视频 哎 我 我说你可以看 是吧 我也不反对你看上 但是你自己得明白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到底是不是自由派民主派 种族主义 你看老雷那个视频下不留言的一堆啊 啊 这个德国人怎么不收回他的德国护照呢 怎么不收回他的国籍呢 和国内的有一些啊 那些啊 是吧 上午上午说的 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者 像不像 所以啊 这些人标榜自己民主民主 实际是民族啊 嗯 我不多说了啊 在互联网上 怎么说呢 物理看话 物理看话 有些人看不透啊 你看我的视频 我最后给你总结这个 你就能看出老雷到底是什么人 他自己其实他也不懂 这里边的道理啊 你看最后说这话 自己慢慢品吧啊 只要你不说德国好啊 你就不配当德国人 哈哈哈 和中国某一些观点像不像 其实啊 中国和德国啊 你看着好像老雷天天骂中国 老雷就一定正确嘛 错了 老雷和中国的某些民族主义者 他俩互骂的时候 你看 他俩是一类人 一类人 我希望我今天的视频呢 我把你思雷升高 你能看懂老雷到底是不是啊 和国内的那帮 他跟他对骂的那帮人 思想是不是一致 思想是不是一致 你自己看嘛 是不是 啊 不支持德国 不是德国人哪 哈哈哈 不支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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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